透过电脑程式只要点点手指头 就可以轻松买到大家抢破头的演唱会门票 刑事局与各单位组成的打牛小组 在接连查获五件黄牛票后 追本溯源发现都是使用 遥信工程师的抢票机器人抢票成功 因此依违反文创法将遥信工程师具体盗案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 抢票机器人抢到票 经过实测平均五到六秒就可以抢到一张票 那他这个抢票机器人 这个就是他的视窗 外挂的视窗 在这边输入这些参数之后 执行 那一旦开始抢票 他就会自动开始去做选票 然后就会开始跑 然后这边也会有这些就是视窗 表示说这个程式在运作 然后一旦他抢票完成 他就会出现一个付款的画面 那经过我们实测 如果顺利的话 大概就是五到六秒可以抢到一张票 刑事局方面透露 民众如果使用抢票机器人抢票 其实很容易被售票系统后台发现 而且已经触犯文创法第十条中的不正取票 一般民众呢为什么会被发现 就是当他们在使用抢票机器人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重视重视重视 那其实这样就会变成 售票公司的系统在后台的漏格 就会发现 这个就是他有跟一般人类不一样的 登录的时间跟频率 以及他的行为等等 所以售票公司就会跟我们检举 这个民众他可能就是违反了文创法的第十条 也就是要用不正方式取票 遥兴工程师已经被依违反文创法 及伪造文书罪嫌移送法办 警方表示以虚伪资料或不正方式抢票 恐触犯文创法 撰写抢票程式供他能下载使用 也涉及帮助犯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